来 母亲节快到了 如果你刚好要挑选一台无线吸尘器送给妈妈 Dyson肯定是首选啦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妈妈界的超级明星 Dyson无线手持吸尘器 而且我们今天一次开箱两款最新的型号 分别是我左手编制台 Dyson Gemfight Detect 以及右手编制台 Dyson V12 Detect Sling 那我们今天会从外型、吸力、规格特色 以及最后跟你讲如何选购 一次让你了解 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 Let's go 好 这两台的外箱长怎样 可以看到光是外箱就有大小差异了 那大箱是Dyson Gemfight Detect 小箱是Dyson V12 Detect Sling Dyson Gemfight Detect的配件如下 包含Dyson Gemfight Detect主机 以及三颗电动吸头 包含全新的智慧光学侦测吸头 无缠结智慧变速吸头 以及无缠结锥形吸头 那还有斜角缝隙吸头 无痕软毛沉刷 伸缩软管 二合一组合吸头 硬制吸头 迷你软毛沉刷 另外它也附上壁挂架以及充电器 另外这一次Gemfight还有一个小小时 之前都没有 这一个延长旅馆 只要把它按一下 轻轻推下场管 这边还隐藏一组 除尘缝隙吸头 那你可以立刻变成短手持 那你在清洁过程中 就方便直接换吸头 直接使用 像你偶尔在吸地板的时候 看到窗户桌子哪边有脏 马上把它拔下来 直接吸 就不用走回去 充电站那边去换吸头 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再来看到小香的DetestLink 它的配件一共有这些 包含三组电动吸头 比如说智慧光学侦测吸头 智慧电动吸头 无缠结锥形吸头 床垫吸头 无痕软毛沉刷 斜角缝隙吸头 伸缩软管 二合一组合吸头 那另外它同样也附上壁挂架 以及充电器 好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主机 Dyson目前绝对是无线吸尘器里面的iPhone 它一直被模仿 但是从未被超越 当各家还在模仿Dyson的外形的时候 Dyson已经走向高科技了 那这是Dyson最新的机种 Gen5 GTX 那从里到外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那也是Dyson目前吸力最强的机种 那因为它里面采用全新的第五代数位马达 所以型号也直接从V换成Gen5 那它的转速高达13万5000RPM 那吸力大幅提升到262AW 那它的机身一共有14个圆锥气旋 那它在吸力强的提升啊 你在吸床垫地毯的时候就会很有感觉 它可以把你更深层的香灰把它拔出来 同样维持这个枪柄式设计 不过它取消了扳机按钮 改在后面这边单一按一下 这个按键开关 你就可以一键吸尘 那你这样子啊 你在吸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用五只手指头满把握着吸 这样子会比较省力也比较舒服 在后方这个LCD面板 它可以显示清洁数据 它会及时显示每一次清洁的灰尘数据 连这个都可以统计真的很厉害 不过吸力强并不是重点 呆人其实每一款吸力都很强 Gen5厉害的地方就是 这是第一款可以捕捉并且锁住99.9%的H1N1病毒 它采用全机密封的HIPAA过滤系统 在这个地方 全机密封 那它这个滤网啊 真的是非常的细致 它可以过滤99.9%的H1N1 MS2病毒 再来我们看到这一颗全新的地板吸头 Gen5它预设搭配的这颗地板吸头 是新一代的智慧光学侦测吸头 它透过全新的镜片设计 离地7.3mm向下照射 就像太阳光照出物体影子一样 照出灰尘的阴影 让灰尘立刻现行 那它的光线覆盖范围啊 大概是整个吸头的幅宽 它可以照亮前方30公分的距离 那这样你在打扫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像床边啊桌底下啊 很多时候就算你有开灯 那你不靠近看 很多灰尘其实都真的看不到 可是有这款智慧光学侦测吸头 就可以清楚照到那些指甲啊灰尘啊毛发 真的让你少到一层不染 Gen5里面还藏着一个太空科技 就是它里面放着一个压电式升学感应器 它放在机身里面 当你在吸尘的过程中啊 它会每秒监测15000次 那它会根据吸进来的灰尘大小跟数量 听声变灰 那它会自动调整吸力 这个科技哦 以前是用在航太技术上面的高科技 那现在你在地表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真的是蛮厉害的 那这些新加入的技术哦 使用Gen5这一阵子 我真的是很有感觉 因为我家里就有两个气喘儿 包含我自己跟大儿子都是 都是曾经喘到送机身的 以前我用别的吸尘器 真的是一边打扫一边打蹦屁 那还会流眼泪 但是现在真的都不会 因为Gen5它除了吸的很干净之外 它连从后方吐出来的风也都是干净的 目前用过这么多吸尘器啊 真的是只有Dyson Gen5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吐出来的风完全不会让我有过敏的感觉 那另外这一次Gen5 Detect的集成桶也变得更大 直接来到0.77L Gen5同样是可以拆卸的电池 这边压一下就可以拔下来 那这一次的电池续扬力 直接来到70分钟 之前最长就只有60分钟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电动吸头 它是地毯专用的Digital Moto Bar 智慧变速吸头 那它就很适合家里有地板复合材质的 那它侦测到阻力不同 就会自动变速 吸头前方的无残截齿梳 它会在吸尽头发的时候 快速将毛发梳开 避免纠结就不会卡在吸头上面 你用Gen5搭配这一款吸头 它会有两段变速功能 第一段是吸头本身 因为地板材质的阻力不同 而达到了变速 比如说你吸地板跟吸地毯 它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它就会变速 那第二段是侦测吸进来的灰尘的数量大小 让马达变速 所以这颗吸头真的可以完全彻底 圣神经节那些容易卡灰卡毛发的地毯或踏垫 那第三个电动吸头 则是用来吸床垫的无残截锥型吸头 那跟以前的床垫吸头相比 你看这个是旧款的 这个是新款的床垫吸头 那有人会觉得 它的名字叫无残截锥型吸头 是不是只能吸头发不能吸尘满 那我实际测试下来 这个新的这一款吸头 它不只是一样可以吸尘满 而且还比之前的迷你电动吸头 多了吸头发的功能 那它特殊的螺旋头设计 你在吸床的过程中 当你吸到头发的时候 它会顺着这个螺旋 会把头发顺利卷成一坨 然后吸进垃圾桶 所以说它的功能算是在升级 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点 Gen5对于Dyson来说 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它的马达外形 几乎是全部都重新设计 所以它的吸头彼此之间是不能共用的 包含跟今天介绍的V12 它的吸头彼此之间都是不能共用的 插都插不进去 那再来我们介绍另外一款V12 Selene 这台是主打轻量化热剂 整个重量只有2.2公斤 你看跟它的大哥Gen5比起来 整个体积都小了一号 那它不管是机身啊延长管啊 甚至是吸头都等比例的缩小 V12 Detect令它的吸力最高是150AW 那电池续扬力最高是60分钟 同样是可拆卸的电池 压一下可以更换电池 它的背后同样搭载的是 2022年版的HEPA过滤系统 那它一样可以过滤 99.97% 小至0.1微米为成 不过以过滤的效果来讲啊 Gen5的过滤效果会比较好 那V12它没有保证可以过滤到 病毒这么小的等级 那因为机身也相对缩小了 所以它的气旋数量是11个 在机身的设计上面啊 它同样是一键式开关 那它的开关在上面 它也有内建升学感应器 当你在吸的时候啊 后面的LCD萤幕 它会显示灰尘的统计 V12也有智慧光学侦测吸头 不过它的照射范围啊 会比Gen5小一点 那它的照量范围是 吸头前方的20公分 Gen5是30公分 V12也同样搭配这个智慧电动吸头 那它有无残截齿梳 可以避免头发纠结 在里面 不过它跟Gen5的无残截齿梳 它的造型就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两个差异 那至于其他的吸头 比如说斜角缝隙吸头啦 床垫吸头啦 二合一吸头啦 软毛吸头啦 床垫吸头啦 在V12 Sling 这边也都有搭配 其实我觉得它的功能也算是蛮齐全 基本上V12跟Gen5 它在使用上的感觉啊 体感上我觉得是差不多 但是它重量真的是轻非常多 那在吸头的部分 它配上的配件 其实也都蛮齐全的 那比较有感就是 这颗智慧光学吸头 它往前照的这个距离 稍微短了一点点 但是它功能也是一样的强大 好 最后我来说一下我这阵子使用这两支得心得 那Gen5 Detect是目前Dyson所有最新科技急于一生 它的吸力变得更强 续航力还变得更久 真的是黑科技 真的是非常猛 那Gen5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啊 比如说你家里住透天处有好几层 或者是你有商办 或者是大瓶树大面积 有地毯的环境 那你想一口气把打扫做得干干净净 那对我而言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在吸的过程中 它的干净程度 真的是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境界 它可以过滤到病毒这么细的等级 它就很适合像我这种鼻子超级敏感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像我这种体质敏感的人 那恭喜你V12就够用 因为V12它虽然规格不到顶规 但是它真的很轻 少一公斤你在做加湿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差很多 拿着它去做大扫除 会整个相对轻松 那很适合女生入手 而且它是孩童友善管事 2.2公斤我相信大家都拿得懂 而且我觉得其实它的吸力也很强 那像我家木地板啊 或者是你家里有是瓷砖啊 你在吸的时候真的是毫无问题 这两台的续航力 我觉得其实都是足够的 基本上2-30平 两台都没有问题 那你拿来搭配扫地机器人使用的话 Dyson手持机器器 它可以补强机器人做地板清洁时 它没有办法清洁干净 或清洁全面的区域 比如说窗户阳台 或者是桌面 如果你跟我一样 气管非常过敏 或者是你追求最新的科技 那肯定就是GEMFI 那如果你是想要买一台 够轻够强配件齐全的产品 那就是V12 那这两台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那重点就是挑适合自己的产品来入手就好 那依照惯例母亲节之前 原厂应该都有做活动 大家可以在各卖场去看看哪边比较划算 那如果大家有发现哪边购买会折价比较多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云霸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